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片是第一时间通知 疫情未解决 全民检测很可能会实行 也有说法可能趁期 未知何时 到时大家知道除了买生活必需品和做检测之外 可能连续好几天都出不了街了 是一件挺责人惊的事 为了令大家在全民检测和在禁足期间 有效的对象呢 我们幸会配对网推荐一个系统配对体验价 一次体验 699 平均全港了 因为我们系统是有验证的 不用担心会出骗对方骗子的人就不会发生的 可以视障约会或者帮你交换联络的方法很弹性的 爱在瘟疫万言是 因为为其有限尽快连续我们 今次要跟大家讲讲诚意这个问题 有诚意很多时可以做一成下可以达成 没有诚意就偷鸡不到分钟蝕鸡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话说前几天有个人去面店 就给100元说要买东西吃 整整一下之制 就拿一把文具戒刀出来指黑店员打劫 店员就进厨房握一把刀出来追他 因为当时是追不到的 事后就抓人 这位店员接受访问的话 这个笨贼打劫都无诚意 握一把戒刀出来想做小戒 你真的太过无诚意 总之距离那么远 所以他很生气 原来已经打劫都要有诚意 配对要不需要诚意呢 当然讲诚意 配对很需要诚意 尤其是配对人对人的沟通 例如我们做配对也好 无论系统配对 人手配对也好 什么方法也好 你都要很有诚意地说清楚给我们听 或者说给系统听究竟是什么年纪 做什么工作 有什么兴趣 有什么要求 我不可以看下你的样子就知道哪个適合你的 给些诚意出来说清楚 要不然就帮不了你 拍照一样 之前我都讲过 交来的照片千万不要披图 都不要求求其其 如果起床都未洗面精神 没有这样拍照出来很难搞 譬如户外 阳光 起码穿爽神的衣服 男士或者穿衫衣服 最好 女士化妆或者去旅行 开心 行山那些相片 有诚意 你愿意听就愿意讲的 对方便多点兴趣跟你谈下去 要不然就很麻烦 我自己也试过了 身体的时候 女士说做教育的 问她在哪个学校呢 她说不方便讲 在哪区呢 学校也不方便讲 哪个白学团体呢 也不方便讲 整晚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方便讲 事前我给了卡片她的 我说不明她有什么不方便讲 我给了卡片 哪里上班 我电话都给她了 什么都不方便讲 真是很难跟她谈下去了 马上就埋单 她问我为什么这么早走 当然不方便讲 还讲什么 一样 之后你约会完之后的交往 沟通一样 如果你说你不主动联络对方 男女都好 好 等对方就联络你 即是差点 沟通要主动 要互动 还要主动 我经常讲有一种幸福叫主动 有诚意的 不如你多点联络对方 甚至乎你生活上 什么小节 细节 见到哪里有莲花 什么青椒楼卖 哪里有检测花卖 又或者你下午吃些什么 影福上给对方看下 生活细节 如果什么都给对方留意下 见到什么好戏 有好玩意 好的气体 或者好的新闻 虽然给对方 对方都会知道你想和对方聊天 我经常教别人 被动式主动 就算你告诉对方哪里有好东西吃哪里有好玩 你都给对方些诚意 对方一定感受到的 有诚意比没有诚意会好 不要经常以为太主动会吓人 这件事绝对不发生的 因为有诚意 没有诚意才吓人 打劫都要有诚意 配对是否更加要有诚意 是不是 没骗你 我做了这行这么久 我自己相看了这么多次 我就是行为丑直配对顾问James我要帮 如果看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一下小鐘 有片第一时间有的通知 不信我说的不妨留言 发声给我听 看看有没有什么见解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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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